救護車緊急抵達現場 趕快來個大迴轉 行車記錄器拍下一名男子坐在地板上 前面有兩名救護人員正在幫忙救援另一名傷者 把傷者固定在常備板後 準備要抬上單架送上救護車趕往醫院 而這時坐在地上的男子則等待其他救護人員 來幫忙他處理傷事 車禍發生的地點就在嘉義縣中浦鄉的五虎寮橋下 27.9公里處 紅色機車倒在路中間 零件跟車上物品四散 騎車的是一名16歲少年 當時他沒有機車駕照 居然載著17歲的未婚妻 疑似要趕回家 途中超車 擦撞小貨車 結果17歲少女被噴網對向車道 還被閃避不及的車輛撵過 當場腹部脏氣外露 傷勢嚴重 送醫前意識不清 女性的乘客在腹部以下 皆有大面積的撕裂傷以及錯傷 那男性駕駛 他的頭部也有些微外傷 騎機車的少年意識清醒 臉部擦傷鼻子骨折 在醫院普通病房休養 而警方也在釐清車禍原因 不過少年無照駕駛 載著未婚妻超車 恐怕也難逃法律責任 記者侯國恩嘉義報導